大家好,雨塵時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深層清潔面膜有另一個好介紹 這個屬於什麼品牌? 大家應該都知道 MAKE RE MAKE是LG旗下的清潔專家品牌 整個品牌專出清潔系列 由卸妝開始,卸妝都有好幾款 他們對清潔看得很重 因為皮膚好不好的關鍵在於你選擇清潔產品對不對 而這個清潔面膜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其實一般的深層清潔面膜可能會令皮膚很乾 現在都很流行駐養的泡泡清潔面膜 我就介紹多一款給大家,分享多一款 而這個今天一齊跟大家試試 而我早兩個星期六都分享我做微針 其實你看到我現在正常應該要再做 不過因為我接下來星期六 因為我有些節目 我就不想微針養見人 所以我就想靚靚靚的 我就先停了 這兩天我就勤力去補水 當我做到這一刻 我覺得今晚都升第五萬 第四萬 我覺得都很適合去做主養 剛才我一回來 每一晚都一樣 你看我幾晚是不夠的 眼袋很厲害 我昨天已經敷了一貼 這個玻尿酸的微針蠻貼 敷了已經好一點 今晚我再敷一對睡覺 每天回來 我都卸妝洗臉之後 立即敷玻尿酸和會形膠 然後我會同時敷眼膜 那玻尿酸和會形膠 其實是要洗的 我現在就用洗面膜 一起試試給大家 很乾淨 這一刻很多人都會想 到底清潔面膜要不要去塗爽膚水 首先看看你手上有沒有水狀爽膚水 塗爽膚水是比較好的 因為爽膚水有功效 將肌膚叫醒之餘 抹第一層 還有幫你皮膚抹走第一層的殘餘物質 當然 如果你有化妝 最好用整個清潔體裂 首先有清潔 做了第一次卸妝 洗完之後 還有一個清潔水可以抹 那我就沒有化妝 所以我可以不用清潔水 我就用爽膚水 但如果你做清潔面膜 建議不要用精華狀的爽膚水 就用這個水狀爽膚水 例如我 我自己有用蘆蕙、檸檬等 它這隻好像有四款 有金柳梅和玫瑰 四款都很溫和很好用 今天我就塗蘆蕙 因為我最近都做完眉針 當你這樣抹第一層 其實這個棉花也是make-remake的 也是很好用的 經常斷屎 它有紋露那邊抹第一層 抹第一層 接著 就用沒有紋露那邊抹第二層 其實第一層 你將殘餘物質 毛孔裡面的污垢物 抹一次 譬如你洗臉 或者空氣裡面 因為空氣裡面的污染 比我們毛孔更小 所以是要抹 深層去清潔出來 然後再用另外一邊 沒有紋露那邊 即是沒有紋露平面那邊 再抹第二層 這個才屬於一個完整的 抹爽膚水 很舒服 哎呀哎呀 掉了 掉了在我的椅子裡 想不想我們也要抹頸 而這個泡泡的清潔面膜 特別之處是整張的 不是塗塗 和之前我介紹的O2主眼分別 始終它是家用的 而O2是美容院用的 而且O2一盒裡面有十隻 其實除開都不貴 而且首先最重要 O2裡面有助養精華給你 而且它的精華有助養之餘有舒緩的 好了 一起打開它看看 現在剪開給大家看 不要緊 現在剪了 現在剪了 一本我喜歡剪給大家看 看看它裡面 怎樣有泡泡之餘 精華又不會令皮膚蠻緊 其實我在網上搜尋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人在賣 即是 不難找的 因為Make to Make 真的很容易來 它本身打開 它是整張竹炭的面膜紙 首先竹炭面膜紙 它是有三層清潔的作用 打開其實有點像O2泡泡的面膜紙 只不過大家的面膜紙質地不同 裡面的精華成份一定是有少少不同 始終不同牌子 裡面用的配方都一定不同 Make to Make的賣點都是純天然的 比較溫和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 我一起和大家感受一下 一般面膜怎樣分 其實正面呢 其實我就跟去摺痕 摺痕向內 我就向內 剛才我們就這樣塗爽膚 就可以直接上這個清潔面膜 還有敷面膜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在中心點拿了位置 否則你會離很遠 而且你會發現清潔面膜 通常這個位置都會比較大 因為它不想你太貼眼 怕泡泡弄得硬 其實一直在說 你看到面膜已經在起泡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特別的配方 它是一個住氧的泡泡 令到面膜紙上的泡沫 經過空氣裡面的氧氣 產生泡沫 這個泡沫會在這10分鐘 一直幫你 清洗你的毛孔 先鋪平它 我們要多個選擇 而且這個是竹炭 有些人喜歡敷竹炭的 而且這個泡沫 如果你幫家裡的男士做 都會很方便 搭人去做什麼都可以 打完機都可以 但你叫它塗 它真的沒有心機幫你 叫它搞那麼多 總之就是不要妨礙它 然後再去 都是10分鐘左右 它就不同 O2 它自己會起泡 你不用去做什麼 O2 它就是叫你 就是要剷走的泡沫 然後再去洗臉 還有做倒入 分別就是因為它真的 它是沒有用軟裝 所以做法有一點不同 這個基本上你不用理 它自己起泡 它裡面還有保濕精華因子 所以做完之後 我們一起感受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不會 在這裡等這個時間 可以和大家解答一下 最近很多朋友問我的問題 是不是 我有做 remark 你們問的東西 諮詢的東西 不過要慢慢慢慢回覆 趁今天這裡 我都嘗試一下 就是把這些問題回覆 最近有很多朋友問我 微針眼貼會不會產生傷口 還有就是會不會 我自己昨晚敷完這個浴毒 我特意敷一邊 想看兩邊的效果 那我自己 先問我 會不會產生傷口之外 就是要不要做修復 首先 微針眼貼 它每一根針 是這個 玻尿酸做出來 而浴毒是加入了浴毒成分精華 而令到可以去抗皺 去紋 所以 你說不需要做修復 其實你皮膚本身自己是會修復的 不過修復的時間就會長些 和你敷修復面膜的修復時間就不同 而它產生的傷口 是很表皮 還有顯微鏡底下才能看到 我們肉眼是看不到的 我自己本身 好像剛才你也看到我敷眼膜 我們建議每一晚都去敷眼膜 回家 每一晚都敷一對 其實你形成 你已經幫皮膚吸收修復的因子 譬如裡面成分有FGF 表皮再生 以及EGF的真皮再生 所以基本上你已經加強了修復因子的話 其實你做微針眼貼 是不需要刻意去再敷一個修復眼膜 或者修復面膜 它自己都會再修復 而且微針眼貼是否可以每天貼 一般建議最少都要隔天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眼膜問題很嚴重 你又想每天貼 那麻煩你貼完之後 第二晚回去一定要敷修復的眼膜 而修復眼膜 其實它的一盒精華是很多 有30對的 每一片和它的修復面膜 這個優復尾的修復面膜 其實成分是一模一樣 所以它按摩有30對的 是很划算的 先為200多元一瓣 就算你如果美金比 都是300頭左右 所以是很划算的 而這個我自己每晚都敷 不做微針都會敷 還有好處就是 如果你做重點微針 哎呀呀呀 衣服很大 掛著重點微針的話 其實它可以重點敷過 你就不用整塊敷 這個微針 需不需要貼和修復 還有就是 微針有暗瘡 其實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人為了 醫治暗瘡才是做微針的 所以是百分百可以的 本身微針是有一個激活 我們皮膚的再生 還有令到我們激活 我們底部的髒物 其實它是可以推出來的 所以如果有暗瘡 譬如你是含濃 你當然要把濃清走 如果你沒有含濃的狀態 你有暗瘡 都可以做微針 但是你要配合 看看做什麼 譬如你要配合一個 一個洗臉的產品 是專服暗瘡的 就像Tabletoto的洗臉簡 你先用它做日常洗臉 另外就是這個 你要配合的安平和精華 用什麼去做微針 因為你要暗瘡底 你把底部的東西推出來 其實你要皮膚再生因子 都要很強的 就可以選擇這個 降細胞 看看你是暗瘡多還是暗瘡多 我選擇的可以有降細胞 還有可以選擇水乾去做 因為其實底部補水都很重要的 而且一定要全修復 還有可以塗上 它有一個藍色的 我用這個 如果你做微針的話 其實你每一顆微針 暗瘡位的 可以加用這個藍色的一組去做 它除了斑點之外 其實它對受損皮膚 濕疹 有皮膚病的皮膚狀態 以及如果對暗瘡都很好 基本上它是一個天然成分 它有一個成分 可以幫助到 你細胞的問題 所以它可以治療到 剛才我說的一切 除了你做微針之外 你做完微針之後 連續幾晚都可以塗在暗瘡的位置 接著就是做完微針 多久洗臉 其實微針建議晚上做的 做完之後 建議第二天就可以正常洗臉了 洗臉產品最重要不要刺激就可以了 那些皮膚越來越厲害 最後最近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一下 很多時候都會問的 所以我們就一次過在這裡解答 現在首先我要停一停 因為那些泡沫很厲害 我們停一停 躺下來等它拋一下 足夠十分鐘我才脫給大家 看看效果 乾不乾不乾 大家等一等 過了十分鐘我回來了 我現在就變成一個黑豬 這樣 那我首先現在的狀態 我覺得很舒服 感覺到有一點點冰涼涼 而且其實越多泡沫 即你面部越髒 那我這個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是觸碳 所以泡沫有一點 好像呼吸那個黑色泡泡 我本身是很喜歡做深層清潔 因為真的空氣太髒了 那現在的狀態呢 我就去洗臉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感覺 又要等一等 洗完臉了 洗完臉之後呢 我現在感覺到它是滋潤的 更多了保濕 所以這個泡泡面膜呢 這個氧氣泡泡面膜呢 又跟之前介紹的有一點點不同 譬如和呼吸的質地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如果想沒有那麼巧 或者想試多個 可以試一下這個 這個泡泡的助養面膜 對 這個泡泡助養 那我自己現在呢 就會塗上精華的爽膚水 我用回HC 拿一塊棉花先 那我先 剛才我已經抹了幾隻 抹了前後浸 抹了前浸 我現在抹一次就可以了 唉 好舒服 好像洗完澡那樣 那種很爽很舒服的感覺 你做完清潔面膜 其實做泡泡的註養 就是一個爽脆,真的很舒服 你會感覺到皮膚是能夠休息的 是甚麼叫休息的感覺 所以很多時候,皮膚有很多暗粒 閉塞毛孔,很多時候是清潔未做足 或者是未選適產品 其實你長期讓皮膚休息無法休息 因為它缺氧,你會捏住它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這方面 塗完爽風水之後,我們都是機得益 我自己今晚就用黃金 因為我本身是用黃金和海洋 之前因為黃金用完,我就用了海洋 海洋差不多用完,黃金就回貨了 還不立刻拿三支 我今次一次拿了三支 我記得有甚麼問題,還有朋友問我 HC有沒有基底液? 有! 它是三代面膜,有一個綠色的 其實它是植物大豆的膠原基底液 適合混合性肌膚和油性肌膚用 我乾性肌膚也有些朋友喜歡 但我自己分析了覺得它適合 剛才說的肌膚用 有的,不過不是周圍有貨 比較難找 因為原價很貴 七百多元一支 你都知道HC的產品 它有些可以便宜得很重要 都是真貨來的 至於它內陸,為甚麼可以有這麼便宜? 第一,去總店會給一些批發商是特別便宜 第二,就是去總公司申請 你有量有價而已 別人拿了整支櫃 買一支半支就不要太軟了 我都買到便宜,正東西,好用 已經是便宜了 塗完結底之後,我們就要正常護理了 塗上精華、眼霜、面霜等正常護理 這段時間,還有甚麼分享給大家 其實我累積有很多產品要分享 我想大家最想分享的都是眉針、水光 因為這是我強項 接下來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Tapitoto眉針裡還有這一組的精華 還有想和大家分享 最後很多朋友問我,是水光嗎? 水光,等一等 其實之前我都介紹過 天佩、皇后、帝王 東國我都介紹過 因為之前斷了貨很久 最近回來了,我再找人和大家介紹 大家想知道甚麼呢? 有些朋友收到後問我,為甚麼水光針裡沒有針 其實水光針裡是沒有針的 除非去到一種,好像這個 我看中文名叫甚麼 這個叫做荔珠蘭 是韓國牌子 在韓國屬於高級的注射水光 這一盒 我剛剛才開的,打開 只有兩支 還有它的說明書 只有兩支 這兩支就是你們所說的針 它會有兩個針透給你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種是真的注射的 它不建議你微針做 會浪費它的成分和分子 所以它是會跟針給你的 但它跟得針 就會貴很多 而這個在韓國真的很貴 如果在韓國打這個牌子的水光 可能在韓國當地 應該要80萬至100萬韓元 但其他水光是40至50萬韓元 真的會差不多貴一個 而這個比其他的水光 可能都貴幾倍價錢 而這一盒呢 我想大約是4000元 都挺貴的 3000至4000元 因為我不太記得實際價錢 這盒我只不過 上次訂水光槍的時候 我就要求朋友 因為水光槍 我就要求朋友 我自己想 因為之前有朋友問我 要跟你介紹一下自己 可不可以自己打水光槍 水光除了微針之外 可不可以自己注射 如果你有學過 你懂得怎樣用的話 你真的可以自己打 不過真的要細心一點 去清楚自己要懂得打 因為有些面部微針有分佈的 有分佈圖 哪些位置應該是多少 入幾深 落幾多CC 是有分別的 水光槍的分別就是 它有壓槍 你首先要提拉 壓力皮膚 這樣才可以注射下去 而且它會控制到 分量好些 但水光槍的掌握也不容易 有機會就和大家詳細分享 這個主要都不說了 另外還有很多什麼分享 還有就是 最近這兩次韓國回來的得益 很多收穫 還有 剛才說的暗瘡 有一個就是 很特別的 它叫直針暗瘡高 直針精華 塗上去的時候 真的一斤針 就像做海燭直針一樣 但我沒有說錯 我試不到 其實我現在都找朋友 幫我試這個生產品 第一是否真的有效 但我試了 塗上去的直針精華 它真的會刺激和會熱 即是你每天都在刺激底部的膠原 但因為韓國那邊回覆我 他們現在只是未正式銷售 所以又拿不到 所以我找到暗瘡的朋友 幫我試那支直針暗瘡高 再跟大家分享 今晚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要拿我支冰點精華出來塗 不然每次放在雪櫃都不記得 我有一個要分享給大家 等一等 我回來了 我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 好像 不關事 但又很想分享很有用的東西 首先 這個就是這個 冰點HC的冰點精華 它是要放雪櫃用的 你看我都用了幾瓶的 其實我已經用過一盒 這盒已經是我第二盒 每一次用 就先將一支新的放在雪櫃 要開了 然後套上這個蓋 這麼細支精華放在雪櫃 雪櫃這麼大 經常會掉到邊 或者會到處飛 我呢 在市面上買到一個這樣的套 你就套在雪櫃的邊 比如擺雞蛋下面的那些 你就不會搖來搖去 不會到處飛 也不會阻礙到雪櫃的位置 這個東西是不是很好 分享給大家 但你問我在哪裡買呢 一定不是日本城 也不是吉之道 我記不起那間店叫什麼名字 我再去一次告訴大家 可能現在日本城都有 大家可以找一下這個東西 它一盒有三粒 如果我找到 再分享給大家 哪裏可以買到 我真的忘記了 所以很多時候朋友問我 可不可以inbox 我最近 你知不知道我是老人家 最近才知道什麼 叫inbox分享賣 就是在我們這段影片下面 給資料 因為我分享韓國的食物 我真的沒有去資料 所以我放不到連結在分享 因為當時我不是幫他們買廣告 我真的自己去吃開 覺得很想分享 所以大家多多包容 另外這一刻 其實我要塗上我的精華之後 我就可以做完清潔master 剛才忘了說一個重點 一定要敷這個修復面膜 或者是滋潤的保濕面膜 讓我塗上我的精華 剛才因為說的時候 的臉都被冷氣抽乾了 滿枝不要讓它乾 保持滋潤 那我今晚會敷什麼面膜呢 我會敷呼吸 沒錯 是呼吸 呼吸 其實它一盒面膜是不便宜的 它一般一盒 可能有七至八片 或者十片 那是一盒面膜 那是一盒面膜 那這些就是筍食 那這些就是中氧 那一盒一片 是真的幾十元就可以 去幾百元的東西 又不用拿那麼大塊錢出來 試了好沒用才買 那我今天敷什麼 敷這個 啊這個是它什麼 羅馬 羅馬王金網瓶 那就是滋潤 其實它有三款的 好了 下一集先跟大家介紹 這一個 它這三款的準食物 但我今晚敷了這個羅馬 羅馬的分別 它有一個Light的 因為它還有一個是 呼吸醬 我還記得了 魔法 這個不是魔法 這個是羅馬 我一直說一直掉 敷 快點敷 因為有一個 我其實是忘記了 羅馬這個 我又要展開給大家看 呼吸大家可以放心 它都是純天然成 而且它走這一步 不過它就走烤毛 好像 它孕婦都用得 它都是L之旗下 我今天介紹 兩款都是L之旗下的品牌 而這個它有膠和網面的 羅馬的精華 其實我沒用過 第一次感受 呼吸的羅馬面膜 是屬於呼吸三大面膜 裡面最貴的一款 所以叫我買一盒 我捨不得 一片試一下 嘗嘗你什麼叫羅馬 平時這麼厲害 好 我要好好享受一下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敷下部 下集跟大家詳細介紹 筍分享一下 很細心 它還有下排這個界位 讓你可以更貼 分得更好 拜拜 Goodnigh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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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